晚上好 晚上好 好久不见大家 四天没见了 我们已经四天没见了 我叫 冷脚快脑中 天呐你们看我的痘 晚上好 没有 刚刚大乔刚在试衣服 他设的闹钟写的学双行道 他这就不是要跳双行道吗 然后呢就写的是 那个 大乔的痘痘也长在额头吗 我的嗓子刚刚是好的 我一直不突然有一点点哑 晚上好晚上好 今天的照片 今天的照片就是那个角度有一点像 晚上好 对吧 我这里长了一个好大的痘痘 我这样子按着就有点痛 谢谢生日帽 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 今天是很淡的妆 因为我刚不是一直在排练 所以妆就一直没有补 就是从我画完到那个排练完都没有补妆 所以就是都掉的很浅了 而且今天画的妆也很淡 谢谢生日礼物 这块给我家里的特效 这个你们看我今天加了个滤镜 晚上好 排练 今天我们两个还没有去教室扣动作呢 谢谢 谢谢夜碟 谢谢 谢谢谢谢 因为我刚刚不是刚排练完的时候 已经快八点了 然后呢 我当时就回来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教室里 现在人刚好就是来了一波 大家都在里面就是人满了 我就想我们先回来 就是先做其他事 然后玩一点错峰排练 晚上好 晚上好 一会儿直播完再去 对我加了一个滤镜 加了这个滤镜叫秋甜 就是好像有点白 谢谢巧克力 其实我们就是进度什么的都其实都差不多 但就是 就是很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感觉我们的歌也很简单 然后呢 就是昨天晚上就抠 抠五就抠了很久 就反正希望 不要出错 真的吗 很明显 我就是这几天就是 那个压力是一阵一阵的 但其实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对吧 就像我上次直播说的 长了好多痘 明显吗 天啊 我长了好多痘 青春痘啊 青春痘大家 天啊 有点开了磨皮都能看出来 这个明显 真的很明显吗 对我用我就是青春痘 因为这是我们18岁的生日 泽洛可耶 泽洛可耶 天啊大乔已经在敷他的痘痘了 嗯 真的吗 那么明显 晚上好 晚上好 播到 我就再播一会儿 因为我刚刚刚开始 我就跟你们聊会儿天 因为现在还挺早的嘛 晚上好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这两天 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 就是前两天我就没有 没有怎么睡好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梦梦到 生日公演 然后呢 第一天梦到 就是要临场之前 然后呢 那个什么服装什么的 就出问题了 然后呢 在台上忘动作 我梦到我已经公演两次了 然后还有一次是大乔的那个 就是我发现我和大乔生日公演的那个日期换了 然后呢 先是大乔公演完 第二天才是我公演 然后我没有给大乔写信 我就做个梦 我就梦到要上台了 然后当时还要冷餐什么的 就是很着急 然后还没有给大乔写信 然后我就梦到这些服了 谢谢玫瑰花 还没呀 还没呀 我就很害怕 那个梦神 真的很可怕的 所以我在生日公演之前 一定要把这些 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预防了 晚上好 晚上好 其实我就是 就是平时会告诉自己 没什么压力 就是一般都是 时不时的会想一下 就是 谢谢生日报 就是希望一切顺利就好了 晚上好 晚上好 对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没事大家不用担心 我不要担心 我不要担心 大乔不要担心 你们知道吗 大乔刚刚在就是房间里练舞 我就说现在教室肯定很多人 然后我就说要错峰去 他就在房间里卷起来了 他穿上他自己的服装在那跳 你们知道吗 大乔 我看到一个好漂亮的衣服 什么 你们知道大乔不是上一次那个衣服就是 呃是预售吗 然后他这一次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直播前的十秒钟 大乔说他的有一件衣服就是发掉了 就是在广州运掉了 我就说他怎么能遇上这些事 不过那件衣服就是可以找的代替 就是只不过 可以找代替 可以找代替 但是就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对 就是能 就是不是没办法的那种 就是是有办法的 只不过就没想到大乔又能遇上这些事 对吧很惨 上一次也是 我不是当时要干嘛 然后我不是回房间 然后看见大乔 就是我前两天发房间嘛 然后我就 哦就是我公演完之后 然后我回房间看见大乔自闭 我说你怎么了 就是破房啊大乔 那我们重新再买一件吧 我买其他坏 到不了了 能到吗 你不如去实体店看看 只不过实体店没有那么多好看的 谢谢大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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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选了 嗯 哇天啊小乔 就是有一个很不确定 有一个衣服我配了好久好久 还没有配出来 晚上好 小乔 就是我还要去找 嗯 你可以今天晚上敷一下这个 有用吗 嗯 因为我不是有一天就去服装部 就是前两天 我现在都没有时间关念了 我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又快又慢的 就是每一天都很 就是 很充实 但是呢 做的事又不是很 效率又不是很高 哎 我好久去服装部 到了三个小所见 好像就是昨天 然后呢 就去服装部待了三个小时 然后当时大乔在排练嘛 我就去找一副 结果一件衣服 愣是一件都没找到 然后呢 我就破房了 我说大乔 你下课快来 快来和我一起看看 然后呢 大乔一来以后 还是找到了一点吧 然后我就昨天感觉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晚上好 其实 其实我们两个的生蛋不是从 嗯 那个B50完的 就是下飞机之后 回来以后就开始排了嘛 其实就 什么事情都已经慢慢的 就是在整了 但是就是为了想的 不要每一天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就是要劳一结合嘛 不然到时候 就是皮肤什么的都会变差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越是这样慢慢的来 就是越有差错 你们知道吧 不用紧张 你们不用紧张 嗯 就是我感觉 我们两个就是现在 就是效率比较差 嗯 对 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的大家 别紧张 不紧张 嗯 对 就是一件一件事慢慢来 嗯 对 什么事都要慢慢来嘛 我真的不紧张 你们别紧张 我好 对 我真的 确实 我这里长了好多痘痘 其实我这里也长了一颗 然后这里 因为大家就是我们紧张 主要是因为就是要跳舞什么的 然后呢 害怕就是做动作或者什么 然后你们就是放一颗很轻松的心 然后来看我们就好了 你们可 姐姐 你帮我看一下我直播 他们说我磨了皮都有很多痘痘 对啊 你就是 你可爱得到吗 你帮我看一下 你帮我可爱呀 哈 不至于吧 你不至于吧 你得金藏撒子 你圣诞还比我厚一天呢 但是你圣诞就跟我圣诞没两样 确实 我和大乔圣诞背靠背 你们知道吗 大乔多搞笑 他说他睡不好觉会肿 然后呢 他说 等我圣诞那一天 他给我就是读完信以后 他就自己坐地铁回来 然后我就说 这可好像没什么必要吧 我说 我念完信以后 差不多再过十多二十 最多三四十分钟 我们也该回去了 然后开车肯定也比地铁 可能更方便 然后也没那么累 然后我就说 你别别太紧张了 他说他要抓紧时间 回来睡觉 他说他 他害怕第二天肿 对啊 我就说 何必呢 真的没什么好紧张的 还给自己洗脑 对 两个分开 就是我们当时 不是两个 本来一起办的时候 分开之后 我们就很难过嘛 就是觉得 一起办可能要更好一点 但是后面就是 嗯 就是好好想 想开一点 就是能多一次的舞台 对吧 就是可能 22号来不了的大家 23号就来了 23号来不了的大家 22号就能来看我们了 对吧 谢谢玫瑰花 谢谢玫瑰花 然后 嗯 不好的就是什么呢 不好的就是要连续紧张两天 就是要紧张两天 嗯 两天都来蛮好 反正到时候希望两天一定要颜值都很在线 然后颜值在线 然后有力气 我记得 你们知道我以前 我记得有一年 就是上一年 就是上一年 上上年吧 上上年那个拉票的时候 然后拉票之前 我不是又在减肥 然后呢 当时也是有一点紧张 然后我当时前前一个星期的强度训练之后 然后呢 然后又吃的比较少嘛 结果在拉票的当天 我腿就软了 就是没有力气 然后我就买红牛喝 就在要开始之前赶紧喝了一瓶红牛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只要 嗯 状态和颜值在线就好了 然后脑子在线 脑子一定要在线 嗯 对 这两天一定要调整 好 20年那个拉票的视频啊 嗯 好的好的 我这几天已经开始 就是已经有吃东西了 就是为了我的那个 我们的舞台做准备 不然就是怕腿软 我前几天公演的时候 我就不是腿软了 我当时就心里就在想 万一我到时候 生日公演也这样就完蛋了 我们今天晚上吃的很健康 吃了鸡胸肉 苹果和玉米 吃了很多 而且哦 还吃了好几颗花生 不对 十几颗花生 嗯 加油加油 黑白裙子跳舞吗 黑白裙子跳舞吗 我们 你猜 会穿裙子跳舞呀 冲碳水 好的 我就感觉我最近头发又就是有一点点少了 反正 反正 大家不要担心我们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谢谢玉米 桂花 中泰 宝泰 宝泰有什么吃的 宝泰就是我们那个剧场的对面 或者你从这个剧场的这个楼梯下去就有一个地铁站 然后穿过去对面就是那个东方宝泰 然后那个下面就有特别特别多的吃的 然后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 那都有 然后你们知道吗 就是不是我们那个剧场上面有什么水疗馆 然后我上次刷那个什么 前段时间刷那个大众点评就刷到了 然后我发现还不错 竟然 就是好像真的还挺舒适的 就因为我们上次不是去泡那个温泉 然后呢又可以吃东西就觉得很舒服嘛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酒 对这个九号公馆 就发现很爽 你们有谁真的去过九号公馆吗 九号行馆 那个好像真的很 你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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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舒服 就是一个吃东西和足疗店 好像是 谢谢巧克力 它有好多楼 对我们的那个剧场就有很多楼 然后楼上还有海底捞 就是真的是那一栋楼就是一套龙服务 就是比如说你在刚到达的时候可能就觉得饿了 你就可以先去吃一个海底捞 就是在楼上 然后你可能吃海底捞的时候突然就是可能你的眼镜不小心掉了 掉进厕所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可以去楼下配一副眼镜 就如果你们近视的好 然后配完眼镜以后直接可以到就上看公演 然后看完公演之后就可以去 就是玩了 没关系啊 真的反正就是很方便 在厕所调整 没有我只是一个比喻 然后就是给大家规划好了一切就是行程 对然后如果你们近的话还能直接到对面去坐高铁回家 还看看公演厅倒霉的 对还可以顺便做个体检 真的是很难忘的一天 对吧很舒服的一天 天哪你孵的什么 你孵的蜂蜜蜂吗 大乔开始护肤了 反正你晚上回来还是要一会你还是要出汗吧 我敢忘了 不过对确实 虽然这回忆很难忘 但是确实也很贵啊 这一个操作下来可能就花费不小 大乔对大乔开始卷我的皮肤了 天哪我发现他少给我发了一个 我怎么每天都会 这总共是贵啊 什么嘛 什么东西 他少给我发了一个耳机 真的吗 天哪 大乔买的那个耳钉少发了一个 天哪我感觉你这次圣诞就总能一场 水腻 天哪 我们真的一个直播间见证了大乔的一些 奇异 事件 我不要 这就是我那个节目的带 天哪 嗯 对 你这几天没事 这几天把你所有的那些水泥都捏完了 你生日关系就水水沥沥沥了 但是我们生日公演完之后都可以回家过年了回家过年我回家过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吃程度好吃的太多了所以不能把那个胃留给奶茶 嗯对 这这几天的消毒物你拆完快递好的好的对要睡个大觉 对吃冰淇淋喝奶茶这个就是我呃到时候公演我和大乔的公演完不是还有一个全团的公演吗 然后那个全团公演只完了之后我回来给你们直播 然后那个直播我就可以吃看些到时候看吧如果很很饿或者很想很想吃的话我到时候在吃直播给你们吃一个冰淇淋 如果我当时不是很想吃的话那我直播完再吃就好想跟你们聊天 我们回去不隔离不隔离 过年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呢 封面那个角度可能有点像 嗯 对呀我上一次不是和我们队去那个吃那个哥老关然后我就已经吃了好多冰淇淋 我当时那天我就想的是是必是我的冰淇淋是因为我接下来的一周都不能吃冰淇淋 我就想的是要不然就是先多吃一点 我当时吃完那个哥老关回来之后还想再去买冰淇淋的 本来 但是后面就想的算了 就是想算了 不能吃太多了 一秒的第二针本来是这几天就该去打的 但是呢没有去打 因为第二针可能要比第一针更就是加强一点 然后我就害怕就是会有一点什么不良反应 比如说我上一次的不良反应就是试睡 所以我上一次完了以后就很很很爱睡觉 然后就很困 所以我打算我们生日公演完再去打吧 嗯 对还会酸痛 冰淇淋红门烟 我们还没有买回家的票呢 第二次就没什么感觉了 哦这样吧 就是害怕嘛 哦第三针因为第三针是最强的版本 我看看呢 等一下 这会有点夸张吗 啊第三次手笔有一点酸 没事反正我们等那个生日公演完之后再 再再去打那个疫苗 手笔都肿了天呐 更不敢去了 我上一次打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怕而已 因为我当时已经很久没有打过那个针了 对就痛一下其实 天呐 你们如果刚打完疫苗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去磕磕碰碰什么的 可能我觉得因为体质问题对 有的就是可能比较痛一些时候就不那个 多多点点 啊我可以给你几个耳钉 好奇怪呀 大小买了一个耳钉 比你的比你的脸都要大 我天呐 就是很夸张啊 就是感觉有他半张脸了 别带这个太浮夸了 还是比脸小点啊 可能那个买家秀看着刚好合适 但是带着他这可能显得有点大 你这个耳朵很重吗 天呐你别带这个了 太大了 真的就是大小耳朵只有这么大 他的耳钉比他耳朵还大 我发现我不适合戴那种很浮夸的耳饰 早知道我就不买了 我比较适合这种小小的耳钉 就是我不是之前带过大小的什么 呃娃娃呀什么的 或者那种 吊吊着的那种耳钉 我就不适合 我就适合这种简单一点的 嗯 对我就适合这种小小的 晚上好 黑与白那个 哦对那个就是一个 嗯 耳钉要连着一个耳骨夹的那个 不能太复夸 对极简风 我就喜欢极简风 我比较适合极简风 今天的 今天的耳钉是一样的 就是前几天 就是那个十字架 我前两天本来换成了那种圈的 但是我很害怕头发勾着 就我上次勾了一秒钟 我怕 我就很怕把扯住 所以那种圈圈的只能 嗯 公园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 稍微戴一下 不能平时戴 我就怕勾着头发一勾 就是勾疼了 对吧 看着也怕 你谁叫斯塔伊佛这 我 我试了这个 嗯 我有三个耳洞 我本来就是今年还想再去打的 我想打那个耳骨 但是我也没有勇气 打的耳洞 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打过一次耳钉 然后呢 当时是冬天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又爱乱动 然后那个耳钉 就戴的不是很稳吗 然后就滑落了 然后呢 就 他就打了之后就封了 然后去复打了两次 然后第三次封住以后 我就没有把它弄开了 嗯 对 耳骨那个是要打在皮上 可能没那么痛 因为我耳朵还是 感觉苦度还挺多的 嗯 容易感染 我这个耳洞都恢复了 我感觉都恢复了一年多 我感觉我就是 因为我的皮肤可能比较敏感嘛 然后这种恢复的 就会很慢 就我的耳洞就 反正 一年都在反复发炎吧 就可能很容易上火什么的 嗯 现在就没事了 其实就是不打耳 如果我没有打耳洞的话 我可能平时如果上公演 我可能还会买那种耳夹 但是呢 平时日常的话 我都不会戴耳夹 但是我觉得平时日常 如果戴着耳钉就比较 就是精致 然后就打了这个 就比较漂亮嘛 而且不用那么麻烦 就不是一直在疼 它可能疼一个星期 哦不是 就是一个星期中有那么 太炎了 你那几天可能就有点痛 嗯 我的耳骨架 我看照的时候我就会戴 其实我穿这个也不是不行的 这个还挺好看的 但这 是不好看啊 我可以可以 你站到我这儿来呢 我就这样 你就这样 你说我本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去 看书 我觉得放假 也不太会看书 就只能在那些 休闲的时候看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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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不确定 今年回家会不会拍Vlog 啊 好可爱啊 你把你的鞋穿上吧 嗯 对发现没有鞋 因为我们年后回来 就要元宵公演了 元宵公演完以后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公演了吧 就是那段时间 暂时没有特殊公演 我感觉如果我休闲的时候 我如果这段时间 能空下来之后 我可能就会去刷一刷 什么抖音快手什么的 然后微博小红书 就是把我之前 没有刷到的更新的给刷了 就是补档啊 补档了 嗯 要回家过年呀 要回家过年 回家就可以 过年的时候就能好好休息 你一定好好休息 不会我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只有小孩子才会被Q出来表演 嗯 对过年 就是 这几 就是年底了嘛 就一定好好工作 就是好好好好打工 然后回去就好好玩 就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 就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 然后休息的时候好休息 嗯 嗯 三四点 其实在家有些时候 就是 确实会三四点睡 但是我回家可能一段时间就会早睡了 大乔 大乔 现在就没有上次破防了 他上次那个衣服知道是预售之后 他大破防 然后这一次就是还好 能微笑面对了 嗯 微笑面对了 三四点也很晚了 就是在家的时候 绝对不能那么晚 嗯 不过我回家真的容易早睡 因为我们家就是 晚上可以开暖气嘛 就是可以开那些烤火的 就是很暖和 然后暖和的话 然后呢 被子也很暖和 然后就会很容易睡着 好 就是很容易待在被窝里就睡了 嗯 除非我熬夜玩手机 因为我其实在家的时候 玩手机的时候 可能也不是很多 因为我一般就是在家 要不然就是跟 爸妈妈聊天 然后不然就跟我姑姑聊天 就是可能玩手机的时间 反而就是 可能没有 就是现在一天很闲的时候多 嗯 或者我就摸我家狗狗什么的 所以去说白天 比如说在跟家人们聊天的时候 家人们聊天的时候 然后晚上就会 就会一天下来发现 哎 今天好像没怎么碰手机 那晚上就熬夜玩一会吧 然后就可能因为这个就熬夜了 嗯 对在我们被窝里放的暖水袋 真的就是很幸福啊 嗯 出去玩的时候也多 新年 新年就不染头了 新年 大乔本来想新年染一个发色的 他想圣诞前染的 但是我说太上头发了 还是算了 美甲 大乔可能会美 因为我的支架上次美甲以后 去卸的时候太疼了 因为我的支架太薄了 而且我的支架长得特别快 所以我如果要美甲我都自己涂吧 以后如果不是什么非常非常特别 或者特别特别特殊的时候 我都不会 做支架了 做支架了 嗯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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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会不会给你们录Vlog吧 B50那次是假片 就是是假的 B50的支架 其实我当天晚上我就抠掉了 我当天晚上就洗了一下手 然后就是用热水 就是温了一下 然后呢 就是慢慢把它抠掉了 因为那个支架我没有贴好 我就贴得我很难受 对吧 不做支架看着也很漂亮 干净一点 主要是我支架长得太快了 而且歇的时候太疼了 大小就很喜欢做支架 他本来说这次顺带要去做一种 那种芭比芭比的 我就说 但是就是和你舞蹈的风格 可能就是不一定完全符合 符合符合我解释芭比 芭比 穿戴甲 嗯对穿戴甲 刚刚很卡 天你这是什么穿戴呀 我刚那个女团穿 你已经开始乱穿了 没有 这样很丑吗 家人 你把你小肚子收一下 我没有 就没办法 有点感 我们这里可能没看 嗯 嗯 对 但是现在穿了一下裙子 就是很明显能看到她的那个小肚子 哎 这个也很扯 我往不看 对应该是你们往看 你们知道吗 就是特别搞笑 大乔刚刚就是穿的非常 不是磊落 就穿的非常单薄 然后呢在那儿在房间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全身镜 他就拿着这个镜子在那儿跳舞 不是磊落 就是穿的相对来说比较小 就是那种吊戴短裤 他就说天哪我也太瘦了 大乔这几天真的 就是确实瘦了很多 我跟你说刚刚跳舞 我感觉我手像一个竹子似的 真的 我希望你公演那天也这样 我也希望 对 奇怪吗 不奇怪 不奇怪 真的 挺好看的 嗯 不是sexy 主要是他可能 因为他他在试他的衣服 他就觉得可能穿少一点 这样好好穿一点 然后呢 穿那么少 然后又对着镜子跳舞 他就说天哪我也太瘦了 不过跟 你没有天哪我也太瘦了 确实确实还挺瘦的 大乔这几天真的确实瘦了不少 不是房间也很冷的 只是换衣服的时候会穿少一点吗 我们那天穿的布啊 布我不会很什么的 嗯 嗯 好的 好的 目前没有开空调 冷的时候会开 嗯 嗯 好的好的 你我天哪你们知道大乔现在真的乱配了 他现在一身至少有七个颜色 你小心一点别乱说 你你盖紧把你这个衣服毁了 我的嘞 哪个 你这个裙子是不好看 你这样配的是什么 他配的上气不接下气我不懂 虽然说舞台可能真的需要那种比较浮夸 比较夸张的上镜可能才会比较的 就是特别 但是也不带这样乱配的 这种时尚的弄潮儿 上衣你赶紧换掉 就是乱搭和我上一次去剧场一样 我上一次去剧场穿的一个混搭蝶穿 结果蝶的 你这样也很乱 这件是什么 我买的 你都不知道 天哪 大学买了超级多衣服 他就是怕不合适 然后发现没有一件特别好看的 发现没有一件合适 就发现每一件都好像也不是特别 特别糟糕 但是也没有特别行的 但是也没有特别行的 不是有意见吗 你随害呀 去线下 我们去线下肯定找不到 我知道我们两个逛 因为人就是这个是一个定律 就是你在一个 就是收笔着的空 还挺好可爱的说实话 对没有特别惊艳的 那不行 好惊艳的 衣服好惊艳 那个头上换一个呢 好看 我买了其他的 对越急 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能着急 你们知道吗 我不是昨天排练一个unit 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学不过来 我就稍微选了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学 然后昨天的时候发现那个unit的动作超级碎 就是我感觉我怎么可能能学会呢 因为我昨天 昨天我当时可能刚在服装不待完 我就赶紧过去排练了 然后就排练完 先排练一个很多人的 然后再排练那个unit 然后我当时可能脑子也有点萌萌的 然后呢加上可能当时就是可能在服装不待了一会就心里有点闷闷的 然后我就当时就一个念想 就是脑子里就一个想法就是 我现在真的学不进去东西了 我就感觉我的脑子里就是装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就不是没有办法往里面再塞东西了 然后后面我就是就是刚开始我真的完全学不进去 后面我就是调整了一下我就说 如果我现在不好好学 我到时候就时间一遥更来不及 然后我还要自己下去练的话 那就那更要糟糕了 就是更糟糕 所以我就是后面调整好了以后 还是就是学进去了一点 你过来呢你这样过来 开不到我开不到你 调整好了就好 大乔不是他在搭配他公演的衣服 晚上好晚上好 就我发现就是 嗯只要一件一件事情 我想的是我到时候 因为我其实这几天公演每一天表演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很多 只是可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我会觉得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多了 所以其实我到时候 就我二十二号公演完 我就赶紧删除我生日公演的内容 然后想大乔生日公演的内容 大乔生日公演完以后 赶紧删除大乔生日公演的内容 然后呢就 开始过年 对开始全团公演 开始干饭 谢谢大乔 谢谢大乔 我的那个冷餐的衣服到了 然后呢果然也是买家秀和卖家秀 就是我我这次冷餐买的衣服 我觉得就是没真的就是完全不 不是很惊艳但是就是叫什么简约封吧 我这一次是简约封 极简封有些时候简单一点也好看对吧 对简约一点 啊也不是很酷 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我说简约 你们看简约吗 哦这样还不错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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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可以 几小折了一下姐姐 姐姐 哇开始自信开跳了 姐姐姐要转了一下 姐姐姐姐 简约对吧 我今天穿的才叫简约 这个也是简约 什么风格简约风格 人家简的转了 呃不必wink吧 大家对着金子练表情管理 大家注意到那时候有wink 注意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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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这个鞋吗 嗯 你腿整理洗了很多 希望你公演的时候 你穿一下呢 我看一下 这套还可以还行 我也不穿吧 穿吗 穿的乖巧一点 不穿也要那个 对我这套衣服是帅哥 这是我的假两件 我就不穿了 不行要穿怎么能不穿 晚上 我破房了家人们 我这几天没有瘦 你们能看出来吧 我这几天没有瘦 然后我就是一个大破房 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就是 开始 健康饮食了 我就是前几天我真的感觉自己就是 就是一定会爆瘦 结果没有瘦 我就感觉真的是适得其反了 对我白饿了真的 对我白饿了真的 没事没事 就是脸还是小了一点吧 姐姐我脸少了一点吗 我脸还是比之前双下巴的时候小了一点 但是这个衣服大家看我穿过 我就不想穿了 没事 不一样的感觉 我不想穿 每天练舞运动很多 确实我可能长肌肉了 就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难过呀 我就不穿 嗯 嗯 你摆过来你摆到这儿了你摆到这儿了 真的吗 鼻子脸先瘦一点 是吧 嗯 嗯 别 不要踩里头了个 对吧 因为肌肉比肥肉重 然后呢肌肉会加快代谢 但是可能就是你的体重 每下 但是你可能代谢变快了 或者你人看着更健康了 对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就是 虽然要每天身体重 但是不能完全被他影响 就是什么不瘦的话 我就会很难过什么的 不会 因为我就是知道这几天练舞肯定会长肌肉 然后肌肉又比肥肉重 我就会这样安慰自己 所以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我这个人很爱给自己洗脑的 很可以调整好自己的 唯独我都没有亮什么手围腿围的 嗯 对 蓝胶夺脆一点吧 不冷吗 对吧 肌肉线条 对 肌肉线条很好看的 嗯 不过我真的 我这几天我感觉我的那个肚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明练了 就是我感觉那个腹肌啊 每次练完之后 我真的肚子算的不行 是灵芝推给我的那个 十二分钟的一个腹肌运动 然后练完之后真的肚子算的不行 但是我总感觉 外面有一层皮 就是把它盖住了 晚上好玩 可能是肉吧 这两天 广州这两天真的有点冷 降温了 可能有一层薄薄的脂肪 真的是被盖住的 我明明觉得 每次练完那个腹肌 我就觉得 天呐就是一个 绝对就是马上有那种马甲线 这个也不错耶 这个也很好看 我现在就很纠结戴哪个手套呢 我现在就很纠结戴哪个手套呢 疙瘩的人生太多纠结 摸着硬硬的 摸着感觉 呃 外柔内缸 你们懂吧 外柔内缸 没有 就是我一摸下去 好像是软的 但是我又使劲 一摸好像又是硬的 就是如果 如果 其实我这次圣诞的那个衣服 我感觉没有什么 就是很容易可以把 就是 这种马甲线一下子 展露出来的这种 一个衣服 但是呢 如果我在圣诞之前练了 那个 练出很明显的腹肌 我到时候剪 我都要把那个衣服剪开 不能白练 但是要看到时候啊 大家到时候顺带看 如果肚子录的少的话 大家也懂得都懂啊 懂自懂了 如果 就是说很保守 完全就是 挡住 那大家应该也懂了 我希望这个马甲现在懂事一点 对啊 带着配衣服真的 刚刚上期不接下期 把我就人看呆了 是不是 画点阴影 你们看真实吗 我就是得要真实一点的 上次圣诞的那个腹肌就吓人了 哇 不错 这个对吧 还行吧 但是 咱们就是说 一个腿腿腿腿 这样子就不是TB大了 但是我要带就 对你们知道吗 我配衣服真的很累 我觉得我这次圣诞 最让我头疼的事情就是配衣服 雷狗 但是雷狗 但是雷狗你把雷狗下头脱了好看吗 其实这个甜的一点 嗯 是吧 你不是还买了另外一个吗 不光手套就买了一个大三双 嗯 我感觉真的配衣服 我找我冷餐的衣服 其实我在B50那我就开始刷淘宝了 我每天一有空我就对着那个淘宝刷 然后就在想有什么衣服比较适合冷餐穿呢 要那种很华丽的还是简约一点的呢 然后我就把所有好看的我觉得还可以的就已经收藏了 然后收藏夹就满了 然后呢 后面我就在这些收藏夹里面找 发现没有一件是我特别中意的 然后就又开始找着找 就是真的 找衣服是最好时间的 而且最浪费时间 冷餐 本来想的是冷餐要华丽一点的 但是 这次主要走的是一个简约风 配衣服 嗯 对配衣服 都很累 因为我们不是 第一年圣诞就穿的是裸裙 第二年穿的是JK 然后第三年我们就想走个简约风 然后明年再走个古风 不是 明年再说嘛 就看一下这这三种风格哪种上镜 就是拍大家拍反途的时候好看一点 对吧 真的吗你们喜欢古风 中情人 这个还不错 有一点点单调 你套两个呢 不行 因为套两个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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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西装 我本来这一次本来也打算买西装的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颜色不大 古风 古风 对古风很优美 浮花药 对浮花药 这个呢 一般 这么大 你弹那个呢 你弹哪个呢 哪个 这个 嗯 这个吗 黄龟 晚上好晚上好 我还买黑色的 明年圣诞 其实我今年生的本来想挑那个什么 古风的 我本来今年想挑古风的 但是呢 明年在挑 古风的第一反应是 零和游戏 对我零和游戏 我们跳的也是古风的 一体同心 对一体同心 我超喜欢一体同心 当时就是 跳这个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现在也很喜欢 有机会 一定要再跳一次 你们 大家最喜欢我们 就是 前两年生日公演的哪首歌呀 现在 可以 嗯 一体同心 我也喜欢一体同心 同却台 对我感觉就是以前跳过的好多舞现在跳可能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等以后有机会可以把以前就是比如说很久之前跳过的舞再跳一跳对吧 可能就有不同的感觉 嗯 狼子 嗯 一体同心2.0 嗯 因为小时候跳和现在跳舞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嘛 有一点点不大 现在这个要搭一点 现在这个要搭一点 我是感觉在这搭一点 然后看一遍 这是包装的像 好 你这样看你就觉得好看 现在我们在房间配衣服就自己照一下像 哎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还可以啊 那个挺好看的 你现在这个 嗯 我今天头发好塌呀 哎呦 生日公演那天就是一个捧捧头了 大半大小配衣服一个小时 他一个小时能配出来一套都算快的了 我觉得 你觉得会要穿帽子吗 我觉得你要穿 穿黑色 你穿一下 白色 哦 刚开始他在我前面呢 哦 几大前 哦 刚才几大前 我就说怎么光线感觉变了 还是不敢相信我们成年 我也不敢相信 就是时间怎么能够的 难记 就你们看 我两年前的我就是一个很智能的我 然后现在的我就是长了好多 青春痘 说明从一个幼年期长到了青春期 对啊 我昨天三个小时都没配出来 所以我说大小一个小时就算效率快的了 微博 哦 微博头像是谢飞的生日头像 不过我们不是拍了那个新的公示照吗 我们那个大巴车上都换了 就是 就是 那个大巴车上 Top16的那种照片都换了 但是我们的头像间都还没有 那个 对啊大小配出来了 牛吧 好看吧 还行 哎 不对啊你也没有定最后的吧 你定了吗 什么最后 我怎么感觉大家配了 但是没完全配好呢 就是我刚刚看的好像还行 但是总感缺了一点什么 没有啊配好了 就是这样 明天麻烦你也不小心 明天麻烦你也不小心 明天麻烦你找一个帮我去看 嗯 嗯 对你配了 你确定这样穿吗 可是 这个挺好看的 对吧 就这样 嗯 有一点缺陷 为什么 就是不不够完美 可能你现在配到75%吧 但是我真的想不出来穿了什么 就这样吧 可能是发型 两个音箱 当然 当然 你说的是那个蛋糕的音箱吗 那个蜡烛好像还能吹灭 特别牛 真的 配衣服真的特别浪费时间 还好我现在在直播大小在配衣服 没有两个人 呃没事 没有两个人一起浪费时间 对 对 其实 其实大家 我这一次的生日公演 其实主打的是一个简约风 然后大桥的可能就稍微浮夸一点 所以你们一定两场都要看哦 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希望有不一样的感觉 希望不要只是衣服不一样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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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配啊我里来这点 我注意你的节目你配一下 你看你看霸王 嗯 我说你穿袜子了吗 穿了袜子 啊 谢谢 谢谢 感谢 没有这个这个是大桥的那个节目 然后我祝愿他 其实我们俩这次分开的最最分开的时候 就是分这次分开第一次分开公演 然后我发现就是第一就是我们两个可能 担任节目需要自己去构思 第二可能就是衣服可能需要自己搭配 就是两个都在为自己的生日公演先做一点打算 也会为对方的生日公演打算 但是可能就是先要 比如说你是这样生日公演的主角 所以你就必须点你来就是单起一个首先搭配的重任 谢谢大闪 我帮大家配 我的衣服很简单呀 所以我都不用太怎么搭配我感觉 但是我还是配了很久 所以我就说效率很低吧 谢谢大闪 22号公演完 22号公演完如果我到时候看情况嘛 我到时候 看情况 其实我是会想去直播一下的 因为我如果生日公演完我肯定想跟你们聊天 然后比如说讲讲什么构思或者什么的 我肯定会直播 不是可能是一定会直播 我一定会直播 白色吧 你过来你站过来 嗯 因为我生日公演完肯定要跟你们聊很多 是就比如说看看这个节目 然后我的构想其实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那些对吧 什么听你们夸我太真实了哈这个就 等一下 听大家夸我们给我们给大潮一些鼓励 你看一下你觉得哪个 你眼看你觉得哪个 你手机卡了 快大潮的信 天呐 天呐 天呐你给我信醒我记得 不然我的梦就要成真了 你上台前你就会发现没有给我写信 啊你现实中我看吧你过来一点 我会提醒大潮的不然我的那个梦成真了真的很可怕 你先过来的姐姐 你先过来的姐姐 这样子 这样子 我嗯 很迷惑呀 你把姐姐给我拉开了 那个吧 你不要想要开一点 我没有没有 有啊 你找一下 等一下 我又就没了真的 我自己 我就是因为没写才做的那个梦啊 如果我给大家已经写好了信 那我的梦里肯定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 好 你手机在闪 对啊 我跟他说摔坏了好像 整理吗 天呐 开始了 大潮也没有写 我们两个都没写 可以了 没坏 他屏闪了一下 闪了一下一下 闪了一下一下 没事 现在好了 你有事儿吗 你只录我的半戏 哦对不起 没有看见 对不起 哈喽哈喽 大潮让我给他录 我不是在直播吗 然后呢就没有录到他的全身 录了一半 录了又好像没录 只能一封信吗 对 主要是 念那个信 不能超时就行了 但是应该也没有人要再给我写信了 我没有找别人写信 就好像只有大潮给我写信 应该没有谁会给我这个惊喜吧 哈哈哈哈 不会的 我把作业给做了 你别跳 你已经清了 姐姐你换衣服吧 我都怕你冷着了 不会 热血沸腾 大家我真的不叫这个穿什么颜色的袜子 我给 嗯 我已经录过视频了 你来 你站过来 你站过来 对啊 他连袜子都在那个 他已经卷了袜子了 我 嗯 好像这边 又好像这边 你把你里头理解 衣服露出来 嗯 你刚穿的理解 我也不知道 我也选择困难症 配衣服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其实一个 嗯 就是我们一个 就是 一个完整的舞台 除了舞台 除了舞台 还要服装 所以一定要把衣服配好 我 我没就没 哎真是 一直说我帅 你进来 希望过两天能消下去 我有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要拍个定妆照 我怎么不知道 我没有 谁说我挑眉 我可没有轻易挑眉 我不知道呀 没有窃息 没有 稳重很稳重 我又挑了 没有 别动了 没想到我那么帅 我可不 我可不会去补录播的 你也看不见啊 我可以去补录 我可以去补录 我会去补录 我可以去补录 我上屎子 我也在补录 我可以去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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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补录 好 你赶紧把衣服换回来吧 大家好 快乐进尾声 我五十分关 去练舞了 今天不能熬太晚 谢谢大婶 不然我的豆子真的好不了了 晚安晚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谢谢大婶 谢谢 晚安晚安 还有两分钟 其实晚安早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玫瑰花 谢谢大婶 还有两分钟 预测还有两分钟 说了个废话 谢谢大婶 谢谢大婶 谢谢大家的大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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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闪雨 还一分钟了 好了好了 现在进入一个木送环节 大家拜拜 下一次直播应该就是生日公演之后了 所以在这里许一个愿 就是一定要一切顺利 然后 然后 表表表亮亮 然后 然后很瘦 有马甲线 能脸出马甲线 很瘦 然后脸很小 锥子也没有痘 皮肤光滑 然后妆容服贴 不服粉 然后冷餐 一切顺利 公演一切顺利 不忘动作 然后 对 就这样 谢谢大婶 拜拜 拜拜 一切顺利 拜拜 哦 到了 拜拜